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朋友問他 喂 梁叔 你還賺不夠嗎 現在九十歲了 還出來博做甚麼 有空去旅行 打麻將 我不是喔 我的鴨仔有新任務 我賺到錢 我撥一部份回歸社會 這個就是新的任務了 我在香港出生的 出生了七歲就父母帶回中國 受教育 我在七歲的時候已經立心 決心做玩具 在1931年 我年以我七歲 因為那年剛剛日本人 走來侵佔我們東三三 攻打我們東三三 殺害我們的同胞 我老媽子呢 告訴我 他們來玩玩具 大部份都是日本人賣過來 日本人賣賣給我們中國 賺了錢 日本人賣給我們 回去做飛機大爆 走來還要打我們 殺害 炸我們中國同胞 這句呢 習近平這幾年很喜歡說初心的兩次 這個就是我初心很天真地回應給老媽子 我說 媽媽 我帶他兒子做玩具 不是就不用跟他買咯 是這樣來的 那父母呢 就是看見這個小孩子這麼有志氣 他說 只是在香港讀書不行啊 帶回香港讀咯 那父母 老媽子呢 就除了送我上學讀書之外呢 就是自己家教 怎麽樣做人 怎麽樣對人 就我日後做生意 做人 就是拿著三個字 就是誠 信 勤 三個字 誠實的誠 信用的信 勤力的勤 那我到了今時今日呢 都是守著這三個字做原則 對人對事都是 你今天第一次認識了我呢 我以後和你交往 你知道我的信用 我講了一定做 除非做不到 我都很坦白告訴你 那讀到1941年 1941年 糟了 日本人打到香港了 1941年12月8日 星期一 親眼看到日本人第一個炸彈 丟下去啟德機場 由那個時期 1941年 12月8日 8點鐘開始 我就沒有輸道了 打仗了 日本人打香港打了18天 到1941年12月8日 英軍投降了 那天下午呢 我老爸放工回家 在路上被日本人害死了 好了 沒有了老爸呢 沒有了家庭之處 老媽子呢 就帶著我回鄉 沒有了家庭之處 沒有書讀啦 做耕田啦 做耕田 那一耕呢 就耕了三年半田 1942年3月 離開香港回去 就是英軍投降了 3月2個月就回了一下 1942年3月回了一下 到了1945年 8月15日 日本人正式向中國投降了 1945年 我就是部署回來香港賺錢 在鄉下 一窮二百人吃 什麼都沒有 是啊 我最後那 6個月 1945年 不夠吃 吃樹皮 很慘啊 但是 經過這些苦難牙 我到今時今日 見到人吃吃 這件事都不 叫人不要浪費 你打包回家 你買回去 就是珍惜那些 得來不易的食物 所以呢 就是這些 就是我童年的 經過的苦難 老爸就死了 就回家耕田 以為呢 做玩具的計劃 炮湯 怎知道呢 日本人一投降 我跟老媽之相 我要回去香港賺錢 找到一份工 就是在中環 賣雜誌 哦 賣雜誌 60元 另外一份工呢 是華人書院 介紹我去 匯豐銀行 做 Teller 就是出立員 出兩年 人家拿張支票來 拿錢 你就掃錢給他 走了 120元 大業 結果呢 我不做匯豐120元那份工 我去做賣雜誌那份60元工 我去做賣雜誌那份工 為什麼你想做賣雜誌呢 為什麼呢 我學了毛澤東 去圖書館打工那樣 整間圖書館的書都不理睬 我去做賣雜誌那份工 那我打算賣雜誌呢 就和老闆呢 每晚放工自己的書回來看 就將來拿回去 那我就找到一個好老闆 老闆就說 什麽要問呢 你就拿了 看完才拿回來 都沒有設施賣法的 那就是好老闆 OK 60元工 人工不 就是120元人工都不打 打到9元人工 怎知道我呢 都有幾分聰明的 在賣雜誌的一年來呢 在那些客戶裡頭 你貴姓阿先生 馮先生 你貴姓阿呂小姐 你做什麽生意的啊 你做什麽 我給你看這本 日記簿我來做什麽呢 我在賣雜誌 認識到那些客戶之後呢 你做什麽生意啊 你做什麽生意啊 我可以介紹 人家給你買啊 做爛樓的也有 物業也有 做工業原料也有 全部都寫下了 結果呢 成了就夠了 你呢 就給百分之二佣金給我 你又給百分之二佣金給我 我老闆說 哇 你幾個聰明啊 娘仔 那些客戶就多來了 你猜那年 1946年 一年以內 我賺了多少錢呢 賺了三千多元 另外一個 我的內心世界就是 跟老闆借書看 借囉 你看看 想學習 看一看 看到塑膠那兩個字 哦 哦 英文叫plastic plastic plastic 原來plastic 可以做玩具的 哈 得了 1931年想做玩具 現在呢 發現到做玩具的門路 那我 那我在賣雜誌的時候 看到這個plastic 呢 就不是塑膠落 是另外一種原料 嗯 嗯 一看完了之後呢 嘩 原夢初生 就是做玩具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塑膠呢 就 顏色 七彩繽紛的 嘩 適合了 打完仗這個時 灰灰暗暗 正需要是這個彩色世界 一九四六年底呢 我是遲了 買雜誌的份工 嗯 就去 找一間做原料公司 打工 喂 我說老闆 塑膠可以做玩具的 我看到 那這些呢 就是 因緣際會 這個老闆又是 買雜誌的老闆這麼好 嗯 好啊 那怎麼做 我和你想啊 那在一九四七年呢 嗯 就和老闆 想了開了一間 玩具 不是 先做塑膠廠先 塑膠廠 叫做 叫做 永新 永遠一新的 有時候 香港 都未曾有出口工業的嘛 四七年 嗯 尤其是玩具 哪裏有人來呢 那是在香港賣的 那在香港賣呢 賣給人呢 回到樓梯底 就等於賣 就等於賣街邊 一搭一搭跟你賣 即是很少生意 嗯 那呢 就想到呢 自己開廠 哦 就想到 自己的國家被人欺負 我想做玩具 因為不用跟他賣 嗯 那在香港來做玩具 香港又是殖民地 英國殖民地 嗯 你做得好也好 你被人欺負你 又有限制你 那沒什麼好想呢 嗯 回到廣州開廠 那 申請了開業 我們的廠 就是這個 你看到了 嗯 尼文塑膠 加莫製品廠 廣州市 是啊 嗯 我們1949年 開始有製品出的了 喏 我們當年的製品裡頭 有一件 玩具呢 就叫做浮水鴨 去了廣州做 就做這隻浮水鴨 嗯 就是給小孩子洗澡玩的 嗯 是是是 好多 那時候牙齒仔牙齒女 洗澡是會哭的 呱呱吵的 噢可以呱呱吵的 噢可以呱呱吵的 放了大面盆樹 給他玩呢 他就不哭了 噢 老媽子和他洗澡 容易很多 不用動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就是這樣 有這個了 那在1949年 就 起了這套帽 嗯 那1949年 啤了這隻鴨仔呢 原來 又是全中國第一隻 索膠玩具 嗯 原來呢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起出生的 那一年 一九四九嘛 共產黨 解放了中國之後 嗯 就所有外來投資的 那些一定要跟國內的企業 拼起來 拼起來 叫做公私合營 噢公私合營 嗯 那公私合營呢 我們這間公司呢 嗯 就是當時呢 接變了是 廣州素料四廠 沒有名的 第一廠 第二廠 第三廠 第四廠 公私入行之後呢 不做玩具 嗯 是 做玩具呢 夢碎了 嗯 那沒有發展 嗯 那我回來香港 自己繼續開工廠 嗯 老闆說 行了 你自己再開 不要找我了 我不參加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 嗯 深深懷念自己的國家 經常被人欺負 嗯 在香港 雖然有玩具做 嗯 但是都是 都不是在自己國家 地方 香港都是殖民地而已 嗯 沒有想到去台灣開一間廠 嗯 台灣都在中國地方 嗯 那又在台北 三峽那裡地方 自己買了一塊地皮 建工廠 夠威了吧 嗯 嗯 到了一九七六年 嗯 香港中華總商會 嗯 組織一個 匯國工業考察團 嗯 嗯 我就飛到去 報名參加 嗯 都是都是都是 那麽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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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那我就不可以,我要再回來 我前妻還去,他們有沒有搞錯 廣州間廠都沒有鬼了 現在台灣做得這麼不好,你還回來 我不行,我是這個國家 我們要做玩具,輕工業 不用讀大學畢業才有學識 有手藥就行了 先看看,你心急做什麼 1977年再進去 1978年再進去,連續三年進去 分祖國 第三年,決心了 我決心之後,鄧小平宣佈死化政策 改革開放 那我就把台北間廠放棄了 哦 剛剛 1979年 改革開放 我就回去東莞租了一間爛屋 來開廠 那一半身家都不要 在東莞二五個人開始做玩具 誰知道,在東莞 誰知道,在東莞 我身身呼呼也是教人做玩具 到了1988年 差不多9年 我從二十五個工人 我回去南海再繼續開工廠 已經達到一萬八千多工人 我們開始回歸社會 1992年 成立了教育基金 到了今時今日 單單這個教育基金 幫助過不少三千六百個學生 一路做下去 在國家創造了很多外匯 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還有訓練了很多生產的人才 技術的人才 做玩具 當年的任務 就是賺錢 當然要賺錢 做到今時今日 這隻鴨仔 我在2014年 九十歲那年 想起拿一隻鴨仔出來 重出江湖 那年我剛才九十歲 2014年剛才九十歲 正式成立 特爾創作有限公司 我給這張卡片 就是以鴨仔為主角 就是藉這隻鴨仔 把我的正能量傳達給人聽 你聽到我以上講的故事 我怎樣從無道友 怎樣憑聖信勤三個字 成功了之後 我呢 念面不忘 救國 以及抵禦外國人的侵蝕 香港這麼多工業裡頭 真正 從無道友建立起來的 就是玩具行業 就是最響當當的 因為 為什麼呢 玩具行業呢 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 輕工業 只要你懂得做武器 以及做簡單塑膠機 就可以做到玩具 其餘的工作就是 還有遊飾 黏在賤野 很簡單的 起初我們玩具界 我說怎樣要從無做 全部的書都不讀多兩年 就是靠摸索 靠勤勞 靠肯向人求教 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玩具界 個個都是三毛人物 無錢 無生產技術 無從傷經驗 是這樣來的 我雖然94 就來95 我仍然身體健康 精神都很生痛 仍然很想看國家做些事